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先看沸沸的英文 沸沸的英文在这里 我们看了这台北TIMES的报导就有babboon 那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灵长类的近亲除了沸沸之外 沸沸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图片 沸沸叫做长的是大概这个样子 沸沸 说真的我根本说不出他们这些的分别 看起来好可怕 好沸沸 OK 呃在这里面我觉得沸沸长是最丑的 有什么资格说 好沸沸 babboon 那有一些其他包括一些什么东西呢 台湾有台湾猕猴对不对 那猕猴呢就是macaque 那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OK macaque还是macaque 发音可能 因为这个字也不是我生活中很常听得到 macaque macaque 好像是macaque吧 我刚刚有听一下其实 只是老了 然后就从左耳进去右耳就出来了 哈哈好anyway 猕猴长这个样子 那再来呢 还有就是 我们讲到有一种大猩猩 就是那一种啊会捶胸口的那一种 还是他们都会 应该好像只有大猩猩会 所以我们在那个 就是金刚的原型啊 大概是 那那个大猩猩 那他呢叫做gorilla 你看这个就超凶的 怎么看不是黑人 对不起 呵呵呵呵 看 噢是好地狱 好就是就是这个大猩猩 OK 那一看就觉得这个很不好 我觉得 那他们叫做gorilla OK gorilla 那但是同一个发音gorilla 还可以是另外一个字 我真的觉得他们的发音应该是一样 那另外一个字就是游击队 那拼法是不一样的 好 自己看一下怎么拼 gorilla OK 大猩猩游击队 那再来呢 那个 如果你有记得一个电影系列 一样就那个叫Franchise 那他就星球崛起 那个星球崛起叫Planet of the Apes 我把它打出来好了 他这个星球Planet 那谁所占据的呢 星星们这样子 Apes 可是他是不是可以称为星星啊 其实我觉得 因为那个星球崛起里面的星星 其实就都是这种 Chimpanzee OK 所以好像也是对了 就Chimpanzee长什么样子 据说Chimpanzee是最聪明的 他长这个样子 OK 所以我们叫这个东西 黑猩猩 OK Chimpanzee 所以有大猩猩 Gorilla 那黑猩猩 Chimpanzee 那最后一个字 叫做Ape Planet of the Apes 不就是这个Ape吗 那中文的翻译呢 叫它圆 就是那个 因为我讲人员 你可能会想成 我们公司有很多人员 不是啦 那不是那个人员 不是staff 这里讲的原是那个 两岸原生提不住的那个原 如果你还记得这个诗句的话 好 所以这个叫做Ape 你看 那还有一种 再特殊一点点的 叫做红毛猩猩 那它似乎真的感觉 说Orange这个字变出来 OK 那它就说Orangutan 那在这里直接图片给你看 很多人就说 Donald Trump长得很像这种动物 OK 因为它也是红发这样子 Orangutan OK 还是Donald Trump应该不是红发 是金发 可是反正就 那个颜色的太阳底下 大概差不多 好了 我们把这些字介绍完 就讲完了吗 好像也不是 我们来看看报道吧 那我们知道它 就大家现在是不是在怪罪 那个开枪的人 为什么不用麻醉剂就好了呢 那麻醉 麻醉枪怎么说 先看那第一段 A baboon yesterday died After being captured in 桃园 Due to wounds allegedly inflicted by a hunting rifle 好 这桃园的官方所说的 桃园 authorities said 所以这个baboon昨天死掉 A baboon yesterday died 所以动词就是死 没问题 在什么之后呢 在他被捕捉起来之后 所以after之后 他这里的after当成是一个 他并不是连接词 他是介细词 所以后面这个名词 所以后面的名词就是动名词 被捕捉起来 因为是被捕捉 所以他的动名词的部分 是那个be动词 我这样讲就够了 OK so after being captured in 桃园 他为什么死掉 他用due to接下去 due to什么东西呢 一些伤 我没讲过这种枪伤 外伤 一般用的是wound这个字 如果说今天是那种筋骨折道之类的 我们可能叫做injuries OK 所以我们两个字也打一下 所以伤的话是wound injury 大概可以出分内伤外伤 不过真的也 这不是我说的算 因为也有一些奇怪的例外 像例如说我们 情绪上受伤 你说情绪上 他跟筋骨伤都是内在的 都不是外伤 都没有喷血 可是我们情绪上的伤害 却叫做emotional wound 不叫做emotional injury 问我为什么 我说不上来 固定的用法 好 所以他就是due to wounds 一些因为伤 那这个伤据说是 被一只猎枪所伤到的 所以他用了一个字叫做allegedly allegedly就是根据什么什么 据说这样子 alleg allegation就是一种控诉指控 据说这样子 好 所以这个wound allegedly inflicted 这里有个字很特别 非常特别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就是inflict 那inflict呢 你如果查这点 你会知道它只是就是造成 可是它这个造成 跟我们所理解的 cause或者是result 或者lead to 比较不一样 因为inflict讲的是不好的 不开心的 所以我先把它的这个 definition读一下给你听 所以inflict的意思是 you cause something unpleasant or painful to be suffered by someone or something 所以造成一个东西 然后是被人家给承受的 所以它的主持动词的用法 也满简单 它就是一个三个 需要三个party 才involve在一起 才能够完成的一个动词 所以我们讲说X inflicts Y on Z 所以我inflict一些很痛苦的东西 在Z这个东西的身上 其实 OK 那要不要来个造句 我觉得我用一个 我脑袋中很常 回想起的一个人生 别讲我的人生 就是新闻上看到的一个片段 篮球员LeBron James 他曾经有一次手上 就裹着一些纱布 然后根据大家的理解 就我们都已经听到 就媒体都听到一些传言 传言就是他在休息室跟队友吵架 吵到后来生气 他就用拳头 啪一下打那个镜子 结果把镜子打破了 那打破了也伤到自己的手 那在开记者会的时候 记者当然还是会问 那他们不会直接问说 LeBron听说你自己伤到自己的手 不会 因为这个问法是错的 他们会再退一步问 所以他们就问说 LeBron你手上的伤怎么来的 你看这样才是正确的 媒体的问法 然后LeBron就直接给他一个字 他那个字 中文翻译起来就叫做 自己造成的 自己造成的 所以他们说 Hey LeBron How is that Injury on your hand came about 我这里竟然用了Injury How did you wound your hand OK 所以这样问他 然后他就回答一个字 Self-inflicted 就这么说 Self-inflicted So he inflicted the cut 因为他可能手被割到 So he inflicted the cut on himself 这个句子就出来了 如果是主动的话 那他那个伤呢 就是他LeBron自己造成的 Self-inflicted 好 这样解释应该听懂 再把这句读一次 So a baboon yesterday died After being captured in陶渊 Dude to wounds allegedly inflicted By hunting wife 什么hunting wife What the hell By hunting rifle 好所以他这个 据说这个wounds That were inflicted 所以这里其实有个被动的结构 关带被剩掉 跟B洞之一气 被什么呢 被一个猎枪 Hunting rifle Rifle叫来福枪 这样子OK 好所以 网站再多看一点的话 这个动物其实是 在凭证已经被大家看到了 在过去17天看到很多次 所以那个看到 我们用的不是C啊 或这个字 他用的字是Spot这个字 OK 所以Spot S-P-O-T 那一般来讲 我们Spot这个字 常常理解为就是 一个地方 例如说 我在排队 然后有人插我的队 我就说 这是我的队 这是我的 我排队中的 这是我的位置啊 对不对 So this is my spot 这样子 OK 或者说我在参加一个什么队 那我希望我可以在队中 能够站到 像我们知道 那个谁啊 张 是不是叫张玉成 我名字如果搞混 对不起 就是我们的 那个棒球选手 就是打了好几次 那个拳雷打 在经典赛里面 那我今天看到的新闻 他好像在红化队 算是排上了第九棒 真的是恭喜他 非常好 那所以他现在有一个spot 在红化队的raster上面 所以raster就是队伍名单 队伍名单上有一个位置 有一个spot So he has earned a spot on the Red Sox roster 这样子 OK 应该是Red Sox 没错 红化队 好 所以spot 一般来说位置 可是他还可以是看到东西 OK 也可以是点点 就例如说 我像我们讲说 那个花爆上身上有点点 那些也可以叫他spots 可以是复述的 可以是复述的 好 所以他在评证里被看到 So the animal had been spotted several times in the city's 评证district district就是行政区 over the past 17 days 在过去的17天里面被看到几次 Alright 然后就被逮住了对吧 然后他就被一个麻醉枪有把它补下来 可是很遗憾的是他身上已经有其他的伤了 然后是那些伤造成他死亡的 所以我们再读一下 这边有麻醉枪的词 The owner of the house 所以他好像在某个人家里面被发现 Informed Bureau 所以他告知了相关的一个什么署什么单位 所以这个字叫bureau bureau这边就是一个什么局的意思 那他其实来自法文字 这个字原本的意思是办公桌书桌 B-U-R-E-A-U bureau 那有一个比较长的字叫做bureaucracy 我们就把它理解为官僚制度这样子 OK 为什么这个字我打错 我自己觉得没有 因为有啦 Curacy There we go OK 所以bureaucracy就是我们讲的官僚 官僚体系官僚制度 你是一个政府里的官 你就是一个bureaucrat 也可以变名词这样子 所以bureau有时候就翻译成什么局 什么署之类的 所以我们的观光局叫做tourism bureau 所以通知的相关单位 so the owner of the house informed the bureau and it was captured at about 325pm 所以这个沸沸就被逮住了 用一个using a tranquilizer dart dart there we go 所以这个字叫tranquilizer tranquil tranquil这个字其实是宁静之类的意思 OK tranquil 那你说哈宁静跟这个麻醉有关系 我说当然有啊 你打下去那个动物就宁静下来了 嘿你看right 所以你就可以tranquilize这个animal tranquilizer tranquilizer 那加个dart 因为它是一个像飞镖一样的东西 呼 这样子啪 这样就OK 所以那个药可以进到身体 然后就tranquilize tranquilize 那那个麻醉 其实在人类身上用的又是不一样的一个字 那是anesthesia 所以又是不同的字 那在动物身上用的这种麻醉枪之类的 我们用的都是tranquilize这个字 tranquil 这个字 tranquil 这个字 变出来的 tranquilizer tranquilizing dart 大家都可以 dart 就那个标枪之类的意思 不是标枪对不起 标啊 玩的那个射标的那个标 就叫做dart 没有错 OK 好但是他很遗憾的是 反正他身上已经发现有伤了 所以这里有一个我觉得不错的句子 the baboon was allegedly found to have been wounded by a hunting rifle 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这里的事态 那你看baboon已经当时受伤了 他用的是b动词简单的过去式 这没问题 so the baboon was allegedly found to be wounded 可是他用的是to have been wounded 所以为什么这里来一个to have been 用了一个完成式的结构 在这个不定词里面 你知道to后面要加圆形动词 可是他圆形动词的结构 却变成是一个完成式 因为你看到have been wounded 除了完成还有被动 完成被动式 为什么 因为他就可以表达出 这个不定词发生在过去 所以如果这里只是found to be wounded的话 就感觉不出那个过去式 OK 你可能就觉得他是当下有受到场 可是不对 他要表达的是 他在 他们发现他 就是用tranquilizer 把他进下来之前 他就已经受了伤 所以你只好在这里用一个 完成式装在不定词里面 才可以表达更早的时间 这样子 再读一次 the baboon was allegedly found to have been wounded by a hunting rifle 这样就好多了 OK 好 所以总之后来被送去六福春 什么干嘛的 然后总之是已经死掉了 所以 那也 我们祝他一路好走 好 Alright 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大概差不多了 我是Paul 好我们下次见